近年来,各国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,让各国逐渐意识到全球变暖的重要性,尤其是2021年,美国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山火,欧洲暴雨发生洪涝灾害,对于这些反常现象,很多专家表示,这些都是大自然对人类发出的警告,保护环境已经迫在眉睫。 实际上,除了西方国家,亚洲很多地区也遭到自然灾害的侵扰。 2021年10月7日,日本千叶线发生6.1级地震,东京能感受到强烈的震感。 12月初的时候,日本曾在短短7个小时之内,连发4次地震。 对于日本频繁发生自然灾害的现象,分析人士表示,这是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,谁也无法改变。 其实,科学家们曾在日本关东地区发现了千年前的海啸和地震遗迹。 很多地震专家表示,未来30年时间,日本还将遭受一次9级左右的大地震。 届时,47万民众将面临生存危机,甚至有专家表示,要想活命就必须逃离该地。 日本处于板块交界处,由于地质运动,经常发生地震。 之前,日本发生八级地震的时候,福岛核电站就受到波及,存储核废水的储蓄罐出现裂痕,可就在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, 日本政府依旧不重视核污染问题,还计划将核废水排入大海,虽然遭到很多西方世界的不满,但日本依旧坚持自己的决定,甚至还到处宣扬,核废水经过处理,已经达到正常排放的标准。 对于日本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,外界非常不满,日本真的是毫无底线,甚至有网友表示,既然日本政府认为这些核废水已经达到正常标准,那他们怎么不把核废水制成矿泉水自己喝,非要排放到海洋中呢? 就在抗议的声音越来越高涨的时候,美国却站出来公开支持日本的决定,让人感到惊讶。 很多人表示,既然美国这么支持日本,那未来日本发生大地震,驻日美军会选择共苦吗? 分析人士表示,美国是个唯利是图的国家,支持日本排放核废水,肯定是个阴谋,而日本地震会危及美军的切身利益,美军一定跑得非常快。 果然,美国没有让外界失望,据悉,美军听到日本要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后,第一时间就做好了连夜逃离日本的准备。 日本民众也早已看清了美军的真面目,一旦发生灾难,驻日美军一定跑得比日本民众还快。 最后拜托大家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还有小铃铛。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。 谢谢你观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。 今天的广播就到这里。 再见。